竟敢囚禁我玄天仙 老子自暴丹田 也要铲凭着 恶之地 给我 毁灭吧 这 这是哪 这绝对是地球 其他地方没有这么骚的 突然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 如淘水般远入他的脑袋 原来他现在这个身体叫苏杨 来自江北第一豪门 除了好事不干其他事都爱干 尤其是女人这方面 苏大少从不看过自己 喜欢就去追 乱得不行就来硬的 搞到最后 江北贵族圈里流传一句话 苏大少见到母蚊子都要看两口 然而这一次进医院 就是因为这狗猪子不想上学 所以开学前一天 这个鼓逼竟然联系了50台推动机 打算丢杀学校车 为了向我 这傻叉还自己驾驶了飞食机 奋斗的迷信 结果不小心被电子垃圾压了 老爷 少爷怕是要疯啊 大少爷把学校比喻成地狱 醒来后一直在说推得好 然后就是一直傻笑 把这个逆子给我带回来 好的 老爷 苏家庄园 气死我了 这个混账东西 这是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走了进来 询问他 义父 什么事让您气成这样呀 可别把身子气坏了呀 苏景函是苏神兵收养的义子 目前主要负责苏家的手 苏洋先前醒了 苏景函看了一眼床上的苏洋 眼底闪过一抹阴冷和疑惑 似乎在说 不可能 大哥醒过啊 义父 大哥没大碍吧 怎么又睡了 萧婷给他注射了麻药 这个孝婷 好大的胆子 身为苏家安卫队长 竟敢给大少爷打麻药 我让萧婷这么做的 他只是奉命行事 义父 为什么呀 苏洋这小子 醒来后竟然说 学校是地狱 是苦恶之地 还说产萍学校 是他做过最正确的事 可娘呢 老子第一次听说 主人这么厌恶学校 救他这样的人 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老子怎么生出了这么个玩意儿 早知道这样 二十年前 老子就该把他设墙上 省得败坏苏家门风 此时 躺在床上的苏洋不爽 其实刚到苏家的时候 他就已经醒了 毕竟是先帝灵魂 区区麻药算不了什么 大家瞧瞧 这是亲爹该说的话吗 本来还想装鱼摸青情况 总觉得这次出事没那么简单 但是听着老逼灯说的话 真忍不了了 爸 五毒不食子啊 大哥 你醒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吉人自有天相 妾 我怎么觉得你巴不得我早点死啊 小兔崽子 你总算醒了 今天不把你打得皮开肉绽 老子就吃食 好了好了 爸 别装样子了 你又不敢真打我 否则我姐回来肯定不会放过你 苏洋不嫌不淡地说了 除了苏洋之外 苏神经还有一个女儿 苏经国 苏洋的亲姐姐 从小到大对苏洋藤爱有加 武学天赋惊人 五年前 苏经国便以女子之身 头身均衡 东征西战所向拼命 打下了一身荣耀 经国战神之名 享受整个华国 苏大赵之所以有独 就是因为有苏经国成妖 苏经国使用的疑问 对苏大赵的藤脉 偏执的藤大 不管谁惹到苏洋 都别想好过 哪怕是苏神兵也无例外 记得几年前 苏洋闯下大祸 酒后把未婚妻闺蜜给那啥了 苏神兵一怒之下 用皮带把苏洋抽的皮开揉战 苏经国听到消息回来了 拉着苏神兵切磋 结果苏神兵三天没有出门 据说被打得很心严肿 没脸见过 事后苏经国放出话 苏神兵 你要再敢打我弟弟 我砸碎你的脑袋 从那以后 苏神兵就不敢再动苏洋分行了 回想起当年的事 苏神兵忍不住打了个寒碜 默默地把皮带收了进 木有办法 他害怕跟女儿切磋 那感觉太吓人了 小兔崽子 不要总拿经国吓唬我 关于你母亲的死 一姐对我有误会 等我澄清了 老子一定狠狠地打你一顿 还有 这几天你就不要出门了 饭也不用吃了 什么时候向老子低头认错 什么时候才有饭吃 景涵 我们走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兮兮 没想到老姐的威慑力这么强 不过 自己强才是真理 当务之急是先恢复实力 这句身心太垃圾了 被酒色掏空 搞得老子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想到这里 苏扬盘膝坐在床上 开始修炼上一事得道的功法 不过很快 他就有了惊天发现 瞬间欣喜若慌 九幽镇玉绝 卧槽 竟然是九幽镇玉绝 这可是先欲无数强者 求而不得的超品功法啊 曾经引起十大先帝争抢 到最后谁也没得到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脑海 九幽地狱 九幽镇玉绝 难道此功法 跟九幽地狱有关 我铲拼了九幽地狱 所以得到了九幽镇玉绝 老子因祸得佛 以九幽镇玉绝入门 重新修炼一遍 但违归先帝之位 老子肯定能横扫先见 苏扬激动万分 随即闭上眼睛 静心研究九幽镇玉绝 这一座就是一天一夜 此时 苏神兵的房间 萧婷 苏扬那个废物怎么样了 偷跑出去了吗 回禀家主 大少爷还在房间 嗯 这次他怎么变得听话了 难道这个小兔崽子转型了 义父 大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 身体要紧 还是派人送一些食物进去吧 不用 饿着他吧 我儿子我了解 这废物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苏神兵拒绝道 认定苏扬只是装装样子 唉 地球的灵气 还是太稀薄了 这时候 房间的门突然被人推开 爸 你怎么来了 老子来看看你在搞什么飞机 小兔崽子 一星期没吃东西 滋味不好受吧 你现在向老子认错 我就放你出去 认错 那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会认错 老爸 你想关我禁闭 就关着吧 反正我也不想出去 苏扬说的是实话 目前提升实力最重要 一关修炼正好 卧槽 你小子该不会被建筑垃圾砸了吧 换过以前 两天不去高档会所找小妹 你都急得乱蹦 现在竟然憋了一星期 你还是我儿子吗 苏神兵满脸不可思议 小兔崽子 你不会还在跟我较劲吧 说吧 怎么样 你才敢出去 别把自己给饿死了 我可救你一根毒苗呀 嘿嘿 简单 给我一百万 我的零花钱都用来雇推土机了 一马 搞了半天 你小子在这里等着我呀 怪不得这几根没头跑出去 原来卡里没钱了 说实话 苏神兵有些失望 自己就这一个亲儿子 本该接管苏家 带领家族走向繁荣 可特么的 苏大少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 当爹的怎么能不失望 哎 你先去吃饭吧 本归打你卡上 苏扬走后 苏神兵吩咐旁边的消停了 这小子连学校都敢毁掉 难保会做出更过分的事 你去暗中盯着他 随时向我汇报他的行踪 是的 苏神兵何等人物 铲平学校事件一出来 他就察觉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已经派人暗中调查了 苏神兵嘴上派他盯着苏扬 实际上却是保护苏扬 没过多久 苏扬来到药房 买了很多壮阳补肾的中药 为了维护顽固大少的人设 买好药材后 苏扬没有回家 而是根据记忆 去了江北最大的高档会所 预止仙境 萧婷 还不回去 怎么 你想跟进来光摩本大少的操作 偷学技术吗 察觉到萧婷离开 苏扬才拎着一大包药材 快速走进御指仙境 苏大少一进门 御指仙境立刻扎着 十几个身材性感的技师 一窝蜂的勇怀 原宿主真是昏宿不济 这种货色也下得了手 苏扬对这些技师不屑一步 但还是开了一间至尊包厢 并且挑了两个技师 一个凶大 另一个凶也大 来到包厢苏扬 却大成亏 下一秒两人 全部昏迷在地 简直可笑 就你们这样的货色 也妄想得到 本先帝的身体 苏扬仅仅看了两人一眼 随后收回目光 开始练制丹药 洗水丹和养肾丹 只是入门级别的丹药 以苏扬的经验 不用丹炉也可以练制 只是麻烦一些而已 洗经法水排出来的杂志 不会被他们误会吧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是这里的经理吧 我要解释一下 床上的东西不是谁 你要相信我 好 好的 苏大少的话我肯定相信 只是 苏大少 我们会所有规定 不能虐待济师 您下次轻一点 不然我很难办的 搞了半天 你答的还是不经老 不当你战将 是实也是实 去你压子 苏扬的脸 彻底黑了一下 干脆不解释了 对 老子就是这么厉害 特不给老子滚蛋 看到苏大少发火 现场所有人 跑过经理在内 人都怨慌 好了 王夫被我问你 十年前我开推 准陈离学校的时候 你在哪里 平常你跟我几乎形影不离 为什么那天 你没陪我起退学 过日 苏大少 你居然还好意思问 老子那天 还不是为了给你擦屁 你是真忘了 还是想过河拆桥 说清楚点 到底怎么回事 那天有个推土机 我本来要自己上去开的 结果 李琪琪领着棒球棍 来找你麻烦 吓得脸色都白了 救命 救命 苏大少 你看看我的女 现在还轻着呢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李琪琪 脑海里有影响 这个女孩 是李家的二姐 她的姐姐女非勋 是自己指的 可是 李琪琪找我做什么 我跟她有仇吗 好 产兵学校的前一天 你跟赵文斌斗狗 把她姐姐 给赵文斌斗狗 好奇不奇 还输了 当晚你就把姐姐女非勋 弄晕 赵文斌 你说你跟她有啥仇 听到这里 苏扬只觉得一阵头大 前身居然把自己 未婚妻迷运送人 还真是个小可爱 如果李琪琪不来 就是王富贵开推土机了 那么死的人就是她 而李琪琪是不可控民所 设计这个局的人 不会傻到害死自己 王富贵的嫌疑可以排行 好了好了 这么急找我啥事 还破门坏我好事 这不是得到消息 今天是准嫂子李飞逊的生物吗 她包下了约瑟夫餐厅 将被很多公子明珠路去了 而且 听说赵文斌也去 她可是准嫂子的狂热追求者 不去 不去 去嘛 赵文斌这小子 前一天刚赢你五百万 然后第二天 请挖机又坑了我两百万 咱们得去找回厂子呀 推土机是赵文斌帮你找来的 苏杨文言 眼睛微眯了起来 如果推土机是赵文斌联系的 那么这件事 应该跟她脱不了干系 还有 虽然苏杨还没见过李飞逊 但李飞逊毕竟是她未婚妻 赵文滌这个狗东西 之前算计苏大赵 以李飞逊当务 差点得到了李飞逊 现在竟然还敢惦记李飞逊 这让苏杨很不说服 必须去回归 心念至此 苏杨轻轻一笑 走 我们去约瑟夫餐厅 与此同时 另一边 萧婷返回苏家庄园 向苏神兵汇报 苏杨和王富贵 一起去约瑟夫餐厅 两人到达目的地 刚准备走进去 这时门外的迎宾小姐 却伸手拦着 不好意思 今晚餐厅被包场了 二位请回吧 迎宾小姐满脸歉意地说了 瞎了你的狗眼 连苏大赵都敢拦 信不信苏大赵 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在江北待不下去 苏 苏大赵 迎宾小姐下傻 身体直接瘫软在地上 污渣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您 求您放过我吧 小妞长得倒还不错 苏大赵 要不让她服侍你一夜 全当赎罪了 啊 不 不要啊 迎宾小姐闻言 吓得花脸直走 算了吧 不知者不惯 你走吧 谢谢 谢谢苏大赵 迎宾小姐如是重负 一热烟就好的没有 苏大赵 这小妞可以打八点五分了 难得碰到这么漂亮的美女 就这样让她走了 这不符合你平常的风格啊 黄素桂有些惊讶 继续的 如果是以前 别说八点五分的美女 就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 只要送到嘴边 你也不会轻易放过 现在怎么转性啊 中年妇女 卧槽 苏大赵这傻缺 到底有多凶残啊 太可怕了 苏杨心中鄙视着元素主 但为了维持人设 别说了 你懂个屁 不怕渣女玩暧昧 就怕少父三十岁 你不懂的他都懂 你不会的他全会 成熟稳重有韵味 让人迷恋又沉醉 最重要的是收放自如 一点都不留 王富贵听了这话 瞬间眼前一亮 精辟精辟啊 苏大赵总结的真到位 小弟佩服的五体 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慢慢来吧 说完两人一起 构建了约瑟夫三十岁 此时此刻 至尊包厢 你们知道吗 苏大赵已经解除禁途了 据说买了好多滋补的药材 然后直接去了御址先进 搂着两名美女技师去包房 后来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 反正女技师昏迷了 房上有好多黄色的东西 他们都说那是屎 卧槽 不愧是苏大赵 猛啊 几名公子哥在谈论苏杨的事迹 引得众人轰然大笑 这时 正对门的主位上 一名身穿江织色旗袍的女人 柳梅威 会上大家都在谈论着苏杨 李飞轩绝美的欲脸露出一抹不叶 在我面前 请大家不要再提起苏杨 我不想听到她的名字 现场众人文言 纷纷闭上了嘴巴 旁边有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 站起了身 前几天的事 想必大家都听说了 我不过就随口说了一句 当晚她还真的把飞轩弄云交给了我 可我赵文斌光明磊落 怎么可能趁人之危 所以我联系了李琪琪 让她把飞轩带回了李家 听了这 周围富二代恍然大悟 对赵文斌推崇备制 好了 这都是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的 我应该做的 还请大家以后不要在飞飞面前提苏杨了 她会生气的 谢谢大家 好了 飞轩 大家不会再说了 你消消气 过生日可不易动怒 嗯嗯 谢谢赵少爷了 虽然表面道谢 但李飞轩对赵文斌并不感冒 相反有些厌恶 至于原因 她也说不清楚 总之就是打心里讨厌赵文斌 嗨 咱俩什么关系啊 跟我用不着客气 谁知就在这时 苏杨和王富贵走进了包厢 来来来 赵文斌 大声告诉我 你们什么关系 苏 苏杨 你怎么来了 回答我的问题 你 跟我未婚妻 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赵文斌话音刚落 苏杨便抬手抽在她的左脸 切 去你马的 是朋友直接说不就行了 说得那么隐晦 搞得我都误会了 苏杨 我知道你逗狗输给了我 心里不舒服 想打我就直说 找什么理由 哈哈 你说的很有道理哦 苏杨赞同事的点点头 那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吧 我要继续打你了哦 苏杨 你够了 今天我过生日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听到这话 苏杨的目光落在李飞轩身上 瞬间失神 女帝 竟然是青皇女帝 不对 青皇女帝精彩绝艳 实力震骨硕精 眼前的女人 只是和她长得像而已 不过 这地球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先是得到九幽阵御绝 现在又遇到了青皇女帝的翻版 飞飞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 我觉得咱们还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苏杨觉得上一世没娶到青皇女帝 重活一世 娶个盗版的帽子也不错 苏杨 你好意思吗 五年前 你强行跟我最好的闺蜜那是 她事后都怀孕了 你怎么好意思说 跟我好好相处 臭不要脸 日迷马 苏大少好狠 未婚妻的闺蜜也睡 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难怪你飞轩那么恨她 可这是苏大少干的事 跟我苏杨有什么关系 飞轩 这件事 你听我解释 停 你别说话 你那个战神姐姐 已经替你解释过了 呵呵 她说你是为了我着想 怀孕生孩子太辛苦 你为了我好 所以才会去找我闺蜜 要我闺蜜代替我受苦 苏杨 你是想这样解释吗 这年轻人 卧槽 这个解释无敌了 老姐YYDS啊 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 你 你 厚颜无耻 苏杨 以前的事就算了 时隔五年 我多快忘记了 可前几天 你死性不改 竟然把我当成赌注 输给了赵少爷 还好赵少爷光明磊落 没有趁人之威 否则我恨你一辈子 不对 我现在就恨你一辈子 想让我嫁给你 除非我死 听到这话 苏杨的目光落在 双脸红肿的赵文斌身 妈的 这家伙怎么那么会做事 明明是你提出 要拿李飞轩做赌注 人家苏大少 毒品那么好 输了就把李飞轩送给你 你却反手点了举望 你这样做 苏杨 苏大少 你既然这么不服气 不如我们再来赌一场 我这张塔里有一千万 就是不知道苏大少 能不能拿出相对应的资本 我在江边有一栋别墅 对上你的一千万 应该没问题吧 苏大少好爽 既然这样 我就奉陪到底了 等一下 赵文斌 苏大少的那栋江边别墅 目前市值最起码三千万 你只拿一千万 怕是不合适吧 王少 我和苏大少的赌局 你多什么嘴 我今天开来了一辆兵力墓上 改装过了 价值一千万左右 还有 我先前从苏大少那里 迎来了很多古董 名表 玉石之类的 乱七八糟的加起来 也差不多一千万 这样总行了吧 不着急 你那个玉佩不错 我想要 加在堵住里吧 玉佩 行 那苏杨 咱们等会老地方见 苏杨 你不是没有狗了吗 拿什么去完成赌局 你不是有个狗场吗 去里面挑一只去 可是 我那个里面都是宠物狗的 怎么跟赵文斌 那只专业的狗斗 别逗我啊 这可是三千万得局啊 王那开救世了 山人自有妙计 苏杨 你确定要用这只泰迪 去参加比赛 不然捏 带他去配种 这能赢 这局可是三千万啊 苏杨 这条泰迪还没有名字 你给娶一个吧 今天比赛过后 如果他还活着 就交给你养吧 嗯 是应该娶一个 他毛发是棕色的 还是一条狗 不如就叫他 白猫吧 哎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半小时后 苏杨他们停在一座 人际罕至的烂尾楼堵 苏大少 你可算来了 我都快等不及了 哦 这么急着给我用点 肯定着急啊 苏二少已经安排好了 今晚你这个废物 必死无疑 不早点 你要是死了 我上哪去找宋才童子了 嘿嘿嘿 废话少说 开始吧 白猫 就决定是你吧 你不要过来啊 老子压上全部身家 你特么 去给老子撂挑子 去泥马的 赵文斌 你说了 对线赌约吧 苏杨 这 我的狗出问题了 这场比赛不算数 不算数 赵文斌 在江北 从来没有人敢赖我苏杨的账 哼 今天你要是不给 我就去找你吧 我相信赵家主 会为我主持公道 别 我给就是了 好了 钱已经过去了 别光转钱啊 宾利车钥匙呢 哼 小人得志 苏大少 这次我愿赌服输 古董名表什么的 回到家 我派人给你送去 这是答应你的玉佩 苏大少 好好珍惜今天的胜利 恐怕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一起玩了 怎么 你要戒毒吗 算是吧 听到赵 听到赵的回答 苏杨嘴角扬起一丝冷笑 苏杨活了十万年 普通人的心思 一眼就能看透 通过赵文斌的表现 他已经猜到了 背后的人对自己起了杀心 苏锦涵 最好不是你 否则 我可不会有什么顾忌 我可不得了 你不得了